在2021年12月31日的湖南新年夜 主持人的阵容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 谢娜和吴欣成了唱歌的嘉宾 而杜海涛和李维嘉没有被邀请 曾经广受欢迎的快乐家族悄悄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从快本停播的消息到 你好星期六新综艺的推出 快乐大本营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结束了 此外 自快乐大本营停播以来 海涛维嘉停止工作 不再出现在任何节目中 就连社交平台也很少更新 这也引发了一轮解雇和封杀的猜测 到底怎么回事 1月4日 内部消息在互联网上发布 一位网友曝光了与湖南卫视工作人员的聊天对话 并首次回应了快本停播和快乐家族五位主持人的现状 一句话 没解散不合体 这位工作人员说 快乐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没有离开舞台 没有解散 暂时也不会合体 他们可以自由安排其他阶段 事实上 从暂停到现在 快乐家族还没有正式宣布解散 也许只是在等待机会 即使几乎消失了 也可以与其他程序结合在一起 当然 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 是不可能的 此外 该名工作人员还透露 一些成员暂时没有工作 这些成员可能指的是李维嘉和杜海涛 可以看出 他们只是暂时躲避风头 没有被赶下台 更不用说被封杀了 事实上 快本停止播后 谢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 他只是偶尔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直到朋友请听好二播出 他才回到工作岗位 除了何久 无心的影响最小 虽然他没有主持新年晚会 但他没有推迟其他工作 他还在1月1日发布了年终总结 看起来心情不错 2021 快乐家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多次陷入舆论的中心 他们做错了什么 但在过去的20年里 屏幕上出现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充满了90后的整个青春 期待着他们团聚的那一天